两架乌克兰神风无人机持续追击在赫尔松东岸战地的一辆俄罗斯战车 瞄准前方目标后立刻向下俯冲攻击 将战车达到零件四散 另一头乌军也找到俄军在哈尔科夫的移除阵地 瞬间将建筑物炸毁扬起浓浓灰烟 俄罗斯也频频以飞弹核无人机袭击乌克兰 其中四枚飞弹分别集中盾内刺客一家医院以及一处矿警 造成多人伤亡 建物一戏间变成废墟 不过在两军的混乱缠斗中也传出好消息 乌克兰官方宣布乌军已经在蒂涅伯河东岸取得一个立足点 已经向前推进3到8公里 压迫俄军往赫尔松发射炮弹的空间 但即便拿下几星期来的最大战果 下一步运送装备过河更不容易 俄军仍掌握制空权 英国国防部情报显示俄军已经改变攻击策略 近期都只部署单向攻击的无人机 与过往会随附巡逸飞弹的策略不同 可能预示俄罗斯正在储备弹药 为削弱乌克兰基础设施做准备 为此西方盟友再度出手送上大礼包 德国国防部长先是抵达基辅 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增援13亿欧元的军事装备 其中包括四套Iris-T防空系统和炮弹 同时美国也宣布将加码1亿美元援助乌克兰 将包含300万发的小型武器弹药和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 期望能够大幅扭转战况 记者许无心这里报道